感谢观看 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 점elen星频道 我是兔兔 我们最近已经完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goes 要完成 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是如何办理这个机器收养的 中间经过了什么 以及我们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呢 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怕有人是第一次进来我们的频道 今年2023年8月的時候呢 我生下了一個男嬰寶寶 真的啊 我也快哭了 嗨 好可愛喔 她已經是我法律上的 配偶了 為什麼我們要辦理寄行收養呢 因為現在的同性婚姻法案 算是通過了 但是有一些配套說實人不是非常的完善 就會導致我們在有婚姻關係的狀態下 她生的小孩跟我是沒有任何法律上關係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這個寄行收養的流程 讓我跟她生的寶寶 有一個法律上的關係 那其實寄行收養的這個流程 不完全是同志家庭會遇到的 異性家庭再婚或再娶 那如果說有小孩要跟著 再嫁跟再娶的這個對象姓的話 也需要辦理寄行收養的流程 由一方去收養他方 親生子女的這個流程跟動作 因為我們也去辦了戶口 所以說其實恭喜在戶口名簿上面是寫 她是非婚生子女的 對啊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就是我們兩個在養育這個寶寶的 嗯嗯嗯嗯嗯 好 那接下來要討論一下 為什麼你要這麼在意收養與否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OK 那你們就生活在一起就好 你們就已經是形式上的一家人了 那何必一定要有法化 或者是說一定要跟她有法律之間的關係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權益相關的問題了 比如說如果恭喜子跟兔兔有關係的話 那今天兔兔如果發生了什麼意外的話 小孩的監護歸屬可能就會問你媽或你爸 那就跟我無關 那如果說直系親屬都沒有辦法去養育這個小孩 那恭喜就有可能會被送到育幼院那裡去 這是其中一個再來就是財產問題 假設今天我超有錢 因為沒有錢就算了 沒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很有錢 突然我就又掛掉了 掛掉之後呢 我的財產就是一半給配偶 然後一半給直系嘛 如果我沒有伴手養 那我下面是沒有小孩的 那就是我上面的 可是如果說我跟他就是有法律上的關係 我今天真的怎麼了 他一定會直系那一部分他會拿到 等等諸如此類 那這個是比較嚴重性的 再來就是比較日常的 在未成年之前 有任何什麼問題需要監護人出現的時候 如果只有一個家長 我覺得會非常的不方便 非常 近期我們已經簽署了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文件 跟恭喜相關的文件 我幫他保險 明明是你在辦東西 然後辦一辦你就要說 來你過來幫他簽 我覺得這感覺很不舒服耶 雖然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不舒服 可是我替你感覺到不舒服 沒有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之所以我在辦 就是因為你在忙其他事情 我可以自己跟保險員把這件事情對完 然後搞到最後就簽名那一部分 啊對不起 因為那個還是要媽媽來簽 日常生活上會非常的不方便 基於這些原因 我們想要把這件事情趕快辦理好 整個後面夜長夢多是吧 對 好 接下來就要講說 我們是什麼時候開始辦理這件事 其實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之前有拍過一個片 就是在講寄清收養的 會不會先去辦戶口 這時候呢你們就是要準備一些相關的文件 然後呢要去你們居住的地方的法院 去提出一個任何收養的申請 可以上法院就會先去整理海間基本的條件 那時候法院就會派同服力機構的社工 去做一個收養試一試的評估 李恩榮御是一個我們很詳細的說明 我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實際跑這個流程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其實當時律師是有說建議就是可能 小孩大一點 因為社工會看小孩與收養人的衣服關係 他有多依賴你 然後跟你的關係有沒有很親密 你們看起來是不是真的有像 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 你們對小孩好 那這個會是法院很大的一個考量點 我們當下就是一生完的評估 我們還是比較擔心前面那些問題 所以我們就想說 盡早就開始辦理了 8月初就生寶寶了 所以其實我們整理完文件就立刻 開始辦理收養 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大家 一步一步的來分享我們經歷的流程 第一步非常重要 每一個小孩都一定要經歷的就是 報戶口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 我們小時候是被報戶口 我們永遠不知道報戶口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其實當下我就是很興奮 很像去上學 然後第一次拿那個學號的感覺 辦完之後 你就會拿到公寫的身份證字號 對耶 那感覺是不是很讚 他就是一個有身份的人類了耶 我覺得寫他名字是一個很 我也很喜歡那個 來這邊寫一下寶寶的名字 然後你說最後要在一個檔案夾上面寫 新生人的名字 然後你就說你可以看到前面 今年出生的小孩 喔 我很喜歡那個步驟 因為他是要給你一個育兒寶貝袋 喔喔喔喔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近期的寶寶 大概就叫什麼名字這樣子 很可愛齁 我超愛 因為現在哪一個縣市會有新生人各式的津貼嗎 他也不能跨縣市 比如說我們在新北 那我們就要在新北的護盾事務所才有辦法報戶口 各式津貼他都會引到你 超級方便 唯一一個 如果你也是同性家庭的話 在護國民部的申請 他一定會讓你選 審略計事 還是詳細計事 一定要選 詳細的那一個 因為在這樣的狀態 剛剛有提到 同性家庭生的小孩 這個小孩會被登記為 非婚生且未認領的小孩 那如果你有一些今天要補 一定要詳細計事才能領 這一點非常重要 好 接下來第二步呢 休養人要進行健康檢查的步驟 健檢文件是有一個制式的表格 司法院都可以下載所有的文件 今天講的東西司法院都有 那你下載這個受養人的健檢清單 之後你就要攜帶雙證件 兩張兩寸的照片 到區域級的醫院檢查 檢查前呢要空腹6到8小時 檢查結果大概是一到兩週 表單上面都會告訴你 整體檢查其實我覺得蠻快的 大概45分鐘搞定 然後費用呢是2165元 那每個醫院我覺得應該會有點落差 大概10天拿到報告 好 接下來就是要申請良明證 你覺得他為什麼要求收養人提供良明證 法官判不判收養的最大原則是 小孩的福祉嘛 給你收養 對這個小孩人生有更多的資源 或是更多的愛 對小孩是好的 他就會判給收養人 那我只是在各式的去 提升我自己的加分條件 法官不認識你嘛 這些資料只能是一個判斷說 可以假設你沒有做出什麼 傷天害的事情 看了你這份良明證 我幾乎可以認定說 喔你這個人就是在法律上面是非常清楚的 這件事情我完全不用再想了 如果你其他的資料提交給我 我就更能說 喔那你這邊也沒問題 這邊也沒問題 都沒有問題 我就更容易把小孩判給你 對對對 就是要當一個良家婦女 你是 盡可能當一個良家婦女這樣 好好好 下一步 好 接下來是 法官才是要確定你是一個良家婦女 但是你要有錢養小孩啊 小孩教育要花錢 吃飯要花錢 什麼都要花錢 你有沒有穩定的收入去養這個小孩 所以財力證明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依據了 申請財力證明可以到任何一家銀行 最建議當然就是你的新轉銀行 因為每個月都有薪水入賬嘛 或者是你有其他存款存很多地方 財富累積超級高的那個 你覺得那個比你領那個薪水還漂亮的話 你提交那個也是可以的 還有工作證明 你還要去證明說我是努力工作賺來的 剛剛良明證跟這個財力證明 是不是都算是輔助項目啊 財力證明是必要的 良明證反而是輔助 好 進入到第五個步驟之前 這一到四個步驟 全部都算是資料的準備而已 第五個步驟就是 向法院提交文件 所有收集好的東西 整理遞交給法院 要在司法院上面找到一個收養同意書 然後因為我們是同性家庭 所以我那時候在司法院找的時候 我會特別答748 同婚的法條嗎 收養同意書 然後跟家事申請狀 範本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家事申請狀 所以後面會告訴你說你要附上哪一些資料 剛剛前面那些東西 整份全部整理完之後 帶到收養人戶籍所在地的地方法院 所以我在遞交這個申請的時候 我在新北市 那我就是去新北市地方法院 去提交這個文件 然後反正就是回家靜待佳音 等流程的部分 ok 下一步 上一步提交文件是 9月4號的時候去提交文件的 那我們在9月19號的時候 就收到了法院通知說 社工要來你們家進行訪問囉 我們算運氣蠻好的 因為每一個法官不一樣 有些法官是收到你的申請狀之後 他會要求你先來第一次出庭 我先了解一下你的狀況 那如果有多了第一次開庭的話 那你的時間就會拉長 那因為我們直接跳過第一次開庭 是社工直接來訪 這樣的話我覺得我們已經省了蠻多時間 等於大概 提交文件後的兩週 我們就收到社工來訪的通知 然後這個通知其實也很快 當週約就下一個禮拜一 就很近很近的時間 就搞定了一切 我們篤定就是說要跟他約最盡快的時間 接下來就是進行到步驟六 就是社工來訪的那一天 社工來訪的時間是9月25號 我其實一開始蠻緊張的 因為我感覺社工很像是 隨時都睜亮著他的眼睛觀察小小的細節 會不會有哪裡我們做得不好 但事實上我內心又覺得 我是一個很蠻光明磊落的人 做得這麼好哪裡有你不能看的呀 但有時候就是誰知道 你看的角度會不會看到一些不好的地方這樣子 大致上就是看你家裡的空間環境 有沒有適合小孩 那適不適合就是他們自己 就看怎麼評估 有一個蠻有趣的 但我還是覺得蠻開心的 他一進來我就說他在餵奶 我就問他說你要不要進去看他 他說他在餵奶方便嗎 他以為他是生母 然後我是收養人這樣子 我就是是不是看不出來是一個 剛生過孩子的 原來是要開心自己的部分 啊對對對好 這是題外話 重點是他就繼續看了一下他 後來他就是出來先問我 他要先訪生母的部分 就是要了解我的背景 然後以及了解 我是否希望你去收養這個小孩 我就說我很緊張嘛 所以我被他放的時候我就這樣子 他說你不用那麼緊張 你可以放鬆 他一直叫我放鬆 然後後來我就要走嘛 他就說你不用走 你一直搞得好像我們在面試 喔對我也覺得很像面試 我就一直在想說那時候情景好慎重 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他們的親和力是很強的 他就是很輕鬆的在聊天 他透過很輕鬆的聊天去獲得他要的資訊 那他問的大概就是 你的家庭背景 我的家庭背景 我們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下長大 然後我們自己跟家長的關係又是什麼樣子 然後有沒有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相處是如何 然後以及我們的家長知不知道 我們要生小孩這件事情 他們對於生小孩的看法又是什麼 然後以及你開始想要生這個小孩的 小孩是怎麼來怎麼懷孕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法官會評斷的重要依據喔 將來小孩的身世告知也很重要 那你要怎麼跟小孩講 就像我們這影片說的 我們就是會如實跟他說 那當然會搭配他的成長的理解力不同 而有不同深入的去解釋 直到他懂為止 這是我們的回答那這些都了解完之後 他會了解說你的收入如何 穩不穩定 家庭支出如何 因為他要知道說 你還剩多少可以用在這個家庭上 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整個過程大概一個半小時 是舒服的 對 然後社哥我們說 依照流程他也跟我們透露一下未來 就是他應該順利收養的話 明年他還要再來一次 看一下我們跟被收養的人 就是恭喜的狀況怎麼樣 相處的狀況怎麼樣 但其實他有透露他認為 現在就是合法化了 這個事情其實他就是覺得是 就是流程 只要沒有什麼太出格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ok的 對 那如果你真的很出格 那沒辦法你還是不服 因為小孩的福祉還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 好的 接下來我們在 10月19號的時候就收到了 開庭通知書 大概三週吧 那開庭的通知書會在 真正開庭的前兩週前會寄搭 開心嗎 開心啊 因為這代表我們已經很接近了 對 流程快要走完了 11月7號我們開庭了 開庭的話就先確認身份 我是誰 然後他是誰 你是生母 誰是收養人 小孩怎麼來的 他還是會再問一次喔 你們小孩怎麼來的 定金嗎 喔不是我們是做事館 去哪有做事館 美國 那我看那個社工坊是說 你們未來要生第一個小孩是嗎 你們要交換生是不是 確認他說對不對就對了 不對你要講 對資料嘛 因為他會看社工人放肛 他在你進去之前他就先看過 只是他又在快速的帶過一次 然後他就有說 因為那個我們提交生前時間 小孩還想蠻月嘛 所以蠻月的情況下 小孩是沒辦法看出來 跟我們關係怎麼樣 因為他是一個高需求寶寶 基本上就是吃喝拉薩水 沒有辦法認人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是無從判斷 他上面報告直接寫說 沒有辦法判斷衣服關係如何 然後再來最後宣示 宣示說我都陽這小孩會對他好 不會做出不法的行為 如此如此 宣示完成之後就OK 你可以離開了 進去大概10分鐘就出來了 超級短 然後他有說一句話我覺得很重要 他說看這樣都沒有問題 那就是很簡單 因為社工認為你們情況良好 所以你們不需要上課 也就是說 有些人收養要先上一個 收養參觀的課程 要不要上這個課程 其實是社工的報告 其實有非常重要 讓法官參考的依據 如果要上課就是 又要在一段時間 因為課程不知道多久 我們沒經歷到 所以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文件流程資料都確認沒有問題 宣示也OK了 他就會列印下來 兩個人簽名 就代表說 OK 我們這件事情搞定了 回家 趕通知 等判決書 5分鐘 那判決書大概多久寄來 11月7號是開庭 11月15號就收到了通知書 也就是一週後 我們就收到通知書 我們收到財定 財定之後 我就可以辦手養的 帶這個文件去護證書 欸 我可以那個 然後跟我兒子 對 然後我有一件想講的事情是 他還沒有身份證 我知道很多觀眾 好想看他身份證背後會寫什麼 可是現在有一個困難點是 恭喜他現在脖子還沒硬 他沒有辦法拍身份證的照片 對 所以為此呢 我們其實有去問一些 小孩比較大的同性家庭 他那個小孩身份證後面是長什麼樣子 那後面呢就是兩個夢 就是這樣 非常簡單的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好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整個這個流程時間大約是 兩個半月左右 就是每個人的時間不一樣 因為這關係到 包含你所屬的地方法院 像新北地方法院數量比較多 然後像有些縣市只有一個 比如說基隆他就只有一個 那因為這個辦手養的 假設法庭要處理很多事情 當時候的案件多寡 以及就是你的法院數量多寡 可能也都會有影響 然後再次自身的條件 然後以及社工的評估 總總的會影響到 整個收藏流程的時程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算是蠻幸運的 整個收藏流程蠻短的 然後就是順順的就過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整個順利